大家好 接着给大家读这个地缘政治学啊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 相较于啊 就是比较的意思啊 相较于吧 前两个半世纪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啊 现代主权民族国家刚刚出现 欧洲殖民体系被强加于全世界 二十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变迁速度更快 范围更广 在二十世纪 殖民体系毁灭的种子已经被埋在野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 欧洲强权因此而抽空了经济 耗尽了人力 布尔什维克革命 世界经济萧条 以及纳粹德国的兴起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Second World War 这次战争结束后 产生了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 与他们的欧洲殖民帝国前任不同的是 这些冷战时代的大国 指的是美苏啊 通过地区性正式独立的盟国集团 不是殖民地啊 表面上那些国家是独立的 他建立一个盟国集团 一个小团伙啊 实际上就是北约和华约 以及卫星国家而控制其势力范围 在过了半个世纪之后 苏联解体 事实上 如果从二战胜利到苏联解体都没有 没有半个世纪 是吧 1945到1991也才46年啊 将近半个世纪 苏联解体为新的世界秩序的产生 扑下了基础 而其新的轮廓尚在描述当中 把握未来地缘政治版图的线索 就在过去半个世纪 业已成型的重组格局当中 作为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 世界体系特色标志的两极性 两极性啊 美苏两大集团啊 随着新的成员或是重新复兴的权力中心 这个权力中心就指的新兴大国啊 比如说中国啊 在两个大国构建的地缘政治网络之中崛起 让位于多极性 不是仅仅美苏了啊 欧盟 中国 印度等等啊 中国从苏联那里挣脱出来 滨海欧洲地区 说白了就叫繁荣的欧洲 富裕的欧洲啊 这个欧盟吧 滨海欧洲地区 与日本成为与美国相互有联系 同时又相互竞争的国家 扩湖国家集团啊 欧盟是个国家集团 小卫星国也走出了不同于他们前宗主国的独立道路 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摆脱了苏联 古巴最近是委内瑞拉摆脱美国 古巴啊 卡斯特罗卡斯楚 委内瑞拉哈就是什么查维斯之类的哈 现在后来叫马杜罗啊 跟马杜罗较近的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加伊多 瓜伊多 瓜伊多 对对对 这个我儿子在 西班牙巴塞罗那上的那个学校 有个同学 他的叔叔就是这个马杜罗的反对派 瓜伊多 瓜伊多的比较亲近的人 前一段去年吧 我儿子说通过他的同学 他同学说他叔叔 他们几百个跟瓜伊多最亲近的比较铁杆的支持者 说最近他们躲在一个村庄里 看起来马杜罗依然稳操胜券 或者看起来还是掌控着政府和军队 反过来南斯拉夫则分裂成了六个独立部分 其中科索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这六个部分如果加上科索沃就是七个部分 是吧 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塞尔维亚 黑山 也就是门第内哥罗 还有马其顿 现在改名叫北马其顿 还加上一个不被大多数国家承认的科索沃 近几年来啊 南非与尼日利亚已经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事务中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南非是黑非洲最繁荣的最富强的国家 当然随着曼德拉非国大掌权上台 白人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先地位 但南非的经济和治安也是一落千丈 黑非洲这个体量最大 人口最多的 同时他的军事力量也相对强的 就是尼日利亚 有个西非国家共同体 这个老大大哥就是尼日利亚 也叫奈及利亚啊 尼日利亚好像迁都了 原来的首都在海边 在这个几年几年亚湾吧 边上叫拉克斯 现在好像迁都到内陆了 这两天我想了想 这个这个尼日利亚的首都我死活想不起来了 巴西已经成为南美的发电站 应该叫南美的发动机 是吧 巴西就有800多万平方公里 在世界上排第五吧 俄罗斯 加拿大 中国 美国 然后就应该是巴西 巴西后边应该是澳洲 澳大利亚 巴西大概它就占了南美洲的一半的面积 虽然南美洲有13个左右的国家 然后伊朗正在中东索要权力 是吧 但是伊朗在中东 他还是比较孤立 因为波斯人啊 伊朗人为主的国家 只有他一个 剩下的周围 基本上都是阿拉伯人 在这一点来说 包括什叶派 在伊朗是主流 在但是在整个伊斯兰 什叶派是少数 什叶派就是先知 穆罕默德的女婿家族职 又是他本家族 本部落的职子 又是他的女儿 法蒂玛的丈夫 他们这一派人比较少 印度正在向世界大国快速迈进 是吧 印度不甘心于 这个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印度人说过 印度洋就是我们家的湖 相当于罗马人说了 地中海就是我们的罗马湖 我们的内湖 今天看到一个 也是自媒体 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这次印度死了20个人 中方死了至少38个人 现在名单都出来了 大部分是汉族 有三四个西藏的藏族 一听名字能听出来 有一个新疆的 有河南的 没说有江西的 前两天我看网上 有说烈士 说就是江西宜春的 这次跟印度发生冲突 死亡的烈士 然后还有画面 有家属跟那哭 但是这个人 他发布的38人的名单当中 我仔细听了 没有江西人 有湖南的 山东的 山西的 然后什么四川的 很多省的人都有 但是好像没有江西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地区大国已经获得对周边国家的控制权 谋划好了自己 在政治经济事务方面 独立的势力范围 而在他们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之际 大多数国家又不情愿这么做 而且除了伊朗 他们往往担当起了冲突调停者 而不是将和平 强加于其周边邻国的角色 现在一些地区性的强国 试图在地区 本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是吧 比如说埃及呀 以色列呀 土耳其呀 是吧 当然也包括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法国 英国 这样的国家 地区性的地缘政治啊 统一在滨海欧洲 地区 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 都更加深入的多 没错啊 欧盟 欧盟的一体化 要比什么安地斯 国家组织一体化 比这个西非国家 共同体的一体化 比这个独联体的一体化 比这个东南亚国家联盟 台湾叫东邪 是吧 都要强的多呀 这证明什么呢 是吧 是文明 是宗教 是吧 是共同的信仰 共同的历史 共同的价值观 作为纽带 西欧人 当然也包括 这说的西欧 我觉得是一种 政治上的西欧 指的是民主欧洲吧 我用一个词叫民主欧洲 好吧 我又发明一个词啊 叫民主欧洲 可能有人发明过这词啊 是我偶然的啊 灵光乍现 民主欧洲 是吧 人家彼此有认同 为什么土耳其想加入 人家不带玩啊 是吧 这种统一 是由欧洲的领导层 将其作为经济复苏的必要前提提出的 实现复苏 需要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 虽然殖民帝国的丢失 其实应该叫殖民地的丢失 因为英法他们就是殖民帝国 是吧 殖民帝国或者说殖民帝国这个冠冕啊 这个荣耀 这个光环的丢失啊 刺激了这一过程 但是真正推动走向统一的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坏 是吧 英法的国力急剧的下降 继而是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 及马歇尔计划的援助 欧洲人认识到这一地区 国民经济的互补性 以及规模经济和更大市场的好处 没错 规模经济啊 经济一定要有规模 它才有效益 否则它就是个小作坊 另外一个刺激因素是 他们认识到地区性的政治与军事机构 可以将德国和它的邻国 特别是法国紧密的捆绑在一起 省得他们俩再老掐架 英法是吧 百年的世仇啊 这就最大限度的减小了 一个重新复兴的德国 某一天会再一次让欧洲陷入与苏联 就德国统一问题而展开的冲突之中 这种挠头的事啊 棘手的事 不要再发生了 或者德国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 会让它统治欧洲的梦想 再次复活等这样的威胁 其实欧盟等于是让德国领导欧洲 而这种领导是跟法国一起领导 同时是以温和的和平的经济的方式领导欧洲 而不是通过武力的暴力的非正常